那这是我之前或许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办了一个杂志 那这个杂志呢是程式人 那目前我们有很多网友捐献他的网字给我们 还有一些人会投稿文章给我们 那我们已经出了第一期了 那像这个第一期的部分 我有放上slideshare 那我们其实真正的主战是放在github ok这是我们的主战 那这个东西其实各位可能必须要会用 现在写程式的人几乎都用这种版本管理系统在管理程式 所以如果你专不专业 一问你会不会使用gith就知道 那我们有放到slideshare啊 doc.in 这是为了给大陆的人看 那这个是台湾看得到 大陆挡了这个slideshare 所以就要放在大陆的网站 那这边有几个版本啊 啊 A5呢 它是给就像我们上课的那个版本一样 它是横置的 然后可以让你直接播在电脑上 A4就是比较像印出来的书 那这个odt呢 是原始档 是LibreOffice编的 那A4的就是A4的LibreOffice 那这边按下去可以下载 这一起杂志的原始码 那如果不想下载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点原始码 进去看 那这个原始码就是放在github上面 那这个github就是一种版本管理系统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OK 这个这个每一个程式的原始码 那你可以用github很容易的 就把它载下来 那OK 那这进去之后 这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篇文章的原始码 OK 那这边 就是相当于你 你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都要下载才可以用 那这个github做得还不错 那我们下载一下这一本看看 好 A5的 我们上课用的 像我们的课本也都是做成A5的 那这样子 播放比较方便 好 那我现在就下载下来 我把它存一下 哦 已经有下一半 好 好像没有很快 好 那所以 建议各位可以参加一下 那这个直接在这边看也好 我直接先播这边 好 那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 诶 我们的杂质 那基本上是不用钱 但是如果你觉得 诶 顺便做一下公益也不错 就捐款给公益单位就可以 那 我们是用创用授权的 就是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方式 那 这个 这个是杂志这期的目录 那当然我里面介绍人的时候 顺便介绍我自己 那里面呢 就是会有软题 程式人短讯啊 就给你一些最新的讯息 那介绍介绍一些相关的人 那 频道呢 就是让你看影片 那现在其实 我一直想让这个杂志本身就可以潜入影片 但是发现这样子 目前LibreOffice做不好 那 文集的话 就真正的文章 那像这里有 Arduino的教学 然后呢 啊 特色啊 然后 这是我写的 JavaScript的最基础 那Web的应用程式开发 那通常我在杂志里面都写比较简单 但是网友他们都写的很很高干的程式在里面 那所以 如果你想 啊 看比较深入的 像这个赵坤尧写这篇 就真的 又长又又深 那 所以 各位可以稍微 看一下 这个 如果你最后这篇看懂的话 代表你潜入是已经很强 那我都还没有办法切入他的那个角度 那个已经做了 做了很久的 潜入式的 的公司了 好 那像这个 程式人短讯啊 我们介绍 每次都会介绍一些软体啊 硬体啊 之类的 OK 那像这个 硬体的 那法律的 OK 介绍一些电脑领域的 的大师 这个 Alan Turin 绝对是电脑领域的大师 但是早就死了 啊 姚琪志 大概目前 华人里面 大概 程式领域就是 只有他得过图灵奖 那 再来 这个就不算大师了 这个是 一般的介绍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像这期我就写了一篇这个 看影片学电磁学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像这个 你点进去 我来点一篇 比较有趣的 这里 电磁 感应 OK 汤姆森实验 好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 实验哦 那人家做出来给你看 稍微跳一下 这是电子树 那受磁场 它会弯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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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你可以看到它磁鐵放進去它就完了 那我覺得這個影片教物理教得很好 各位其實就算在我們學校上物理學 其實你也大概沒有人會做這樣的實驗出來 做這些實驗要遺棄之類的麻煩 所以如果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的話 其實是幫助你學習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再來還有很多 有一些是我從維基百科裡面揭露的 所以維基百科的授權就是創用的同樣一個授權 所以我們這樣子接是OK的 好,那再來城市人文集這邊就很多文章 那大部分的文章可能都會有城市碼 那像這一個這一篇是比較入門 所以還沒有到城市的部分 像我的也是入門,但是就有城市碼 OK 好,那這是我們出的一本雜誌 OK OK 那這邊 OK,像到這邊就是潛入式的城市吧 你可以看到都是C語言的比較多 OK 那什麼語言都會有 那我覺得其實各位可以試著來投稿 就是你寫東西出來教別人 那我後來其實一直覺得啦 就是我們在這邊上課的時候 一直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不管我們怎麼講 大部分的同學其實學了沒有感覺 那我們的教法如果是一直是這樣教的話 我覺得 就是各位要學會的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應該是反過來 你才學得會 你教別人你就學會了 OK 所以像現在我常常在寫各式各樣的 像這個雜誌啊 或者是出書啊 或者是什麼 那各位會發現說 其實學到最多東西的 雖然是我教了各位 但是學到最多東西的絕對不會是各位 學到最多東西的都是我 因為我必須要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那最後我都學會了 那有很多東西 即使我像過去 有一些我甚至做了10年的東西 但是 你不會把每個東西都試圖表達出來 然後講給別人聽 這時候你的吸收是很有限的 但是一旦你必須要表達出來 在講給別人聽 寫給別人看的時候 你就非得把它吸收得很清楚 你才有辦法寫出來 那所以 真的建議各位 寫 或教別人 其實是最好的學法 譬如說你今天是議員不會 那最好的方法不是 你拼命學習議員 而是你找一個學生 他要學習議員 你教他 OK 你一定學得會 好 所以各位在這邊做4年 其實是不對的 你應該找一個學生教他 不用4年 4個月你就很強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 第一個要給各位看